這隻眼頭在同期的 他只有這兩個選擇 無論他要做哪一個選擇 只要 一待在他的 同期路線上面就好 現在他 最有效最簡單的 是 是的 我們只要離開 離開他這條路線的 他沒有一順就差不多 OK 可以 可以做這個樣子的動作 很簡單 在他攻擊的時候 可以繞過他的攻擊表面 幫你的攻擊 如果單純 其實光 很多人 超多人的 超難擋的好不好 超酷對不對 OK 大部分人喜歡用展球 OK 那展球我們可以 這個架 假設你要擺R 我現在講的是 因為他有東西 OK 我們可以把這種的線打下來 然後再去攻擊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動作的有效性 還有他對我自己的保護性 有護手跟沒有護手 來 借我一下 我假設當我現在用的是 有護手的動作線 當我把他的線架開 他其實想要 再切進來 再攻擊我 我有護手可以保護 OK 但是如果我今天用光線 我假拍 然後我就被人家切掉走 所以我們不要用這個 絕對不要用這個 好 那我今天交另外一個 我盡量用一些不要有護手 我覺得可以處理的狀況 對 那很簡單 他擺RX 我擺RX 但是什麼時候擺RX 起出一看這個動作 OK 我們可以在 接觸他的時候 從一般我們 男工艦最喜歡來的位置 那個重新回方的架 變成RX 看得懂我的意思嗎 看得懂我的意思嗎 RX哪很高耶 可以動作慢一點再做一次 對 我們今天這個技術的有效性建立在 他的劍本來 也是我投資的導致 OK 那再來 我們動作慢一點的話 從這個位置 把你的劍繞過他的劍之後 從下面 用你的劍 可以擋住他的劍 所以他打在這個位置 比我的手很遠 沒有那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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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這個樣子的方式去做 去對他 而且這個也是 實實的精神 OK 那 還有什麼架子 平常你們 看到以後 就覺得很痛 想要再打下去 這樣子 對方用力超用力 這個吧 是 呃 B檔的那個刺激 從下往下 這個 這個最簡單 來吧 報仿將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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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架子在紅豆件 我們叫做 攻擊位 他是 一個攻擊力士很強 防守一直超級的攻擊 OK 擺出這個架子的人 他第一個 對你 陸入了他的 成績 OK 那 在紅豆件的攻擊角度 你能拿最多最好拿的 還是我最近看到的 這個 那種我的意思 OK 所以我們要不要 這麼大背中三五 去打他 不守住 去不守 去不守 因為他會比我那麼近 對不對 你打他 他全是先打 那種我的意思 那邊我教一下 大家怎樣 這個動作 那如果你可以拿中三五 我就打 所以你拿中三五 所以你要拿中三五 所以你要拿中三五 在用劍的時候 然後大家會喜歡說 我展的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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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但是這個 這個人痛是 到他 到他消失之前 大概只有 因為接下來 會發生什麼事 接下來他就 砍進了 OK 砍進了 好 砍進來的時候 你再去打他的手 你擔不擔心 上面那個手 擔心嗎 因為他可以不要 不要一直手 我把我的手要 到差不多 OK 所以 這個速度得非常快 非常快 各位有沒有 小姐姐 不知道怎麼解釋這個動作 OK 中國人 抱拳 上面 OK 抱拳推出去 這個叫進 OK 那我 我用這個 去抱拳進 這個速度非常快 當你只是要攔截這個手 而且 攻劍基本上是 你下去了 沒有在論 傷害多大的 那個就是不見 OK 所以我們可以 出去 OK 這個架子也可以很簡單的 用 打他的手 去 又或者 對 在自由隊長裡面 我們可以很 很難去 抓對手的手 的 破綻 也許他 比較聰明 他會把手貼的 很高 所以當我要打他的時候 他一定會先打我 對啊 OK 這個時候我們是用 啊 動作界裡面 一個最簡單的 最開始的 好學者在用的 這個練習方法 我們叫彎蜘蛛 OK 我先不用這個 我怕待會 泡棉全部都爆了 喔 其實是沒關係 他還是說兩次 他還是說泡棉 可以兩次都入 直接彎蜘蛛 彎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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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當隊友擺了攻擊器的時候 不過我們 如果我們 在指的位置 如果拿到阿倫 我拿到阿倫 我拿到阿倫 拿到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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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以後 各位你看他的攻擊 假設他很猛 這個時候會跑到旁邊 他的劍一瞬間 跑到旁邊 跑到旁邊 因為我現在看一段 因為我來用力 我稍微做快 再往前 我怎麼擋到 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的防守 我的防守 就是 跟他的劍碰到了 很狡猛 不愛被刺 跟他的劍碰到 阿倫 打到 對 然後 他 他 然後 這個是 最簡單的 我都見人練習 很奇怪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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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打下去,直接打破他 甚至我有可能,我在退後面 他還打都打不到 那這個面子就沒有效果 這個面子就沒有效果 這個面子就沒有效果 這個價值的過解法 很簡單的 大概了解 還有別的問題 如果對手是用刺的 像西洋鎮這樣用刺的 要怎麼去綁架? 我跟我說講,我花了非常久的時間 證明你的一件事情 西洋鎮的刺激,特別是補典 刺激是非常噁心的,不要想要 想辦法把它擋下來 反正今天最久是拿著 刺激的架子 OK? 我可以跟你保證,你在做任何的 攻擊以前,你就被刺到了 因為刺激比較快 刺激比較快 OK 但是,刺激的技術可以用 刺激的技術反擊 OK 可以 你們可以 在這個瞬間把它的劍伸到外面去 去攻擊 OK,我在這邊 換一個角度讓大家看 本來 我從這個位置 我從這個位置來 他有這個位置來 打到我 我現在 我現在從另外一側進來 把他的劍 圈到外側去 OK,再看一次 我們講 我們對著這個人 怎麼要拿那個架子 我們對著一個人 我們通常會講說 他既然走的 外側叫Outside 內側有所有重要器官地方叫Outside OK 那我們很簡單的 從Outside去接住他 把他的劍 圈到我的Outside去 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的劍現在在我左邊 所以這個地方是Outside 那我瞭解我意思嗎 那你不可以在這裡示範的事情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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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一定快很多 就なく 一直沒有移攢下去的 你可以嚇 趕快 clinical 可能會有比較大 所以你新鑰鱔 有什麼事 你 Westminster MT 就是先去清潔他 想辦法去清潔 那樣子的 其實會 就是等他吃過來,才能有效的 劍會很長大盤 對啊,我昨天對劍就有這種情況 這個是建立在有護手的情況下,光劍不要用太多 但是在有護手的歐洲劍 他在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用護手把他的劍壓制到他的裏面 為什麼?因為所有的劍都一樣,重心都靠著 在怎麼遠遠遠,了不起就在這裏面 所以從這裡去放姿勢是很難的,你會把他的劍 你也懂我意思嗎?他的劍量在裡面就很難 OK,可以 然後你去接近他 然後你去接近他,最後壓到他的重心 壓到他整個人的身上 各位,假設今天運氣好,讓你用光鞭撮到這裏面 就是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這件事情 他就可以了 不要讓他有機會在纏透的時候 不小心,弓箭直接弄到你,就這樣缺乏 那你懂我沒有 你一定要牽制住他的劍氣 然後保持我一隻手是怎麼可以的 那了解我意思 但是我剛剛講過,這個是你趕快的護手的情況下 沒有護手的話,讓下去 然後你的手就這樣 然後你的手就這樣 OK 那,因為沒有護手 稍微改變一下這個技術 因為 因為 其實很困難,我覺得 所以我特別把這些給我的朋友 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 一樣的護外面的 一樣的護外面的 現在畫出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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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從他上面的對著 待會兒我講是時候就可以 把你的劍刃 去壓制他的劍刃 把你的劍刃去壓制他的劍刃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重疑糖當然可以嘛 對不對 OK OK 這個是上面 上面的刺行 可以用圈的 OK 我們可以用壓制 那中間的刺行 如果中間刺行是這個 為什麼會 太快 對 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你就是要從他出來 所以 一樣的道理 不要等他刺出來 蛤 不要 不要 OK OK 我本來想說要你出來 呵呵呵呵 那 不要 OK 不要 那我們有什麼辦法 OK 要到 把他隔到旁邊去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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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我其實在教你 我不要這樣教我 把你的 把你的劍 OK 放在 對手的 劍跟你的 身體的劍 這樣無論他想要怎麼辦 他都沒有辦法 他都沒有辦法 好 對 這樣就有辦法 用你把劍的劍 所以 可以 這在大陸看 你放下都會用笑子 對對手的劍 我可以了解嗎 左邊的 把劍放在這裡 但是另外一個動作 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有漸漸 天空還是他的 對手 對手的喉嚨 對手的喉嚨 或者胸口 對手的喉嚨 假設未來可以開放 打頭的話 那就 打頭 可以的話 我們先指胸口 OK 做這種機器就好 他要指太遠 指不太近 因為 是一個直線 是一個直線的兵器 所以他在這邊是沒有力量 他在那邊是沒有力量 你也懂嗎 所以 你只要想辦法 把他的劍架掉就好 OK 下段聲音 你打他一下就好 OK 你打他用力 你用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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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老師不好意思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可是如果他今天的刺激 他的劍尖 他的劍尖沒有 顯露出來 就是他的劍尖處於 比較內縮一點的方式 就是他 因為你剛剛那個情況 是我可以接得到 或是我可以判斷到 他的劍尖的攻擊範圍 所以我可以在他 戳的那個動作去 用劍尖去撥開他的攻擊範圍 可是他如果今天的 方位是往內縮 比較往內縮一點的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像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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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架子是很 是很 不應該在攻劍的 對決裡面用 因為你 縮短很短距離的東西 你今天揉我意思嗎 OK 如果 我一開始把劍放在這裡 跟你一開始把劍放在後面 我會發生什麼事情 假設我劍接近到可以控制你的時候 那你就完蛋了 你也懂我的意思嗎 剛剛的情況下 用光劍的規則上 我的手指紅劍了 然後你心臟被插進去 光劍的規則就會先Double 哈哈 你現在如果講真實的光劍 對 就會是那個樣子 規則是我們在進行遊戲規則 真實是那個樣子 好 那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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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去牽制你以外 OK 碰到這個架子 碰到這個架子 各位 當對手 特別去 縮短了他的距離優勢的時候 就會比較好 OK 除了去牽制他以外 你們可以直接 擺不到自己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從外側直接寫進去 因為他從這個位置 他不太有機會去打到你的手 特別在這個時候擺不到 你看我的劍劍已經可以指到他 但是他還沒有對我的任何危險性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OK 但是各位 有一個狀況 這個技術做不出來 就是你只是想要攻擊他 那你完蛋 你會跟他一起死 OK 劍術在歐洲劍 特別在歐洲劍 我們強調一個重點 大家要學會 第一個重點是 保護自己 然後才去攻擊對手 還是去指導對手 任何狀況下 心想的比較不容易 一定是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所以我們要牽制對手 保護自己 所以我們要用下抄襲 OK 這樣解答你疑問嗎 OK 好 謝謝 那 如果沒有別的疑問的話 我再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基本武士嗎 還是什麼 平常這場用的場 是 一本 我 是一個東西 這種常見 它叫做 Fedas Fedas是一個人 是一個人 還是一個形式 我已經不太清楚了 OK 那 它的特徵就是 很細的劍子 一個大的 兩邊感覺長四 OK 靠手這一塊 我們叫做堅哥 OK 讓 在練習的時候 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會被要求 穿這些 控送的東西 衛隊體健 OK 不管是這個 非常 非常重 非常重 而且很主要 在身體裡面 或者是 或者是 在這個 也許有機會 會體驗到 你的心理 謝謝你 我們現在 穿半套而已 基本上還有一個 綁好 適合在這種天氣 在戶外 自我自辦的外套 OK 但是 國外的 基馬的 這些 建設們 他們相信 用金屬建 跟其他建設的 建設 比較多理 我現在把這些東西 拿著 我都把你放得 很厚 很快 去你的問題 看得出來 我想要問大家一下 在 我們只是把建設當興趣的時候 是真實性百分之百的真實性最重要 還是 我每次下課完了以後 可以安安全決的回家 隔天可以去上班 或者是去跟男朋友 女朋友約會 安全最重要 安全最重要 回家最重要 這是 我們台灣 國人是已開發的 安全兵器 這個有 跟劍的 跟重量重鞋 而且他做到一件 剛剛 尖屬建 做不到的事情 現在 光劍的打法 也許可以做到 類似的事情 就是說 從業一點好不好 拜託你啊 有利派場 真的 OK 我會幫你推 你趕快 忍一下 你給他組長一下好不好 OK OK 他可以做到一件金屬劍 沒開封我其實一件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在打在一起的時候 劍刃跟劍刃是會咬在一起 劍刃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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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刃混血 最爽的 不是最常出現的狀況 對不對 但我現在交一些不太上的 都會一樣回到剛剛不到我的價格 但是呢 我們的板劍刃 轉成按鈕 就是這一個旋轉可以讓你 抵開交線的狀況 我跟你保證 筋鋁的光線也是一樣 因為 然後那個也錯了 光線 現在你們用的光線會揚 你們是說 泡門交到變成 會變成 對 那我現在交給你們 旁邊有一個旁觀的 然後呢 介紹一下 今天這個活動的前面 然後有進去的話 可能就要不要加進去 那一個 你看喔 本來從土浪 然後這個 馬上來 很深入電話 做什麼 OK 待會兒大家可以拿自己的光線 去做這個練習 包括剛剛萬一之外的練習 OK 這兩個練習 我想是你們 之後 這個 活動會沒有幫助 兩個人 互搖在一起 也許你們可以加一點力量 在上面 讓我們有辦法 離開這個 OK 對 我們交接的一個 片方 你看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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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記得回應,在交件件件卡住的時候,做這個旋轉 OK,以上是我做的一些很簡單的歐洲建樹可以應用在弓箭上面的小分享 有沒有問題各位 沒有問題的話,時間是跟家有黃老師 可不可以大概講一下基本武士的動作 就是歐洲建樹的基本武士 好親愛說 因為這個習慣被打擊 還好 OK,你問你之前是怎麼做到的 我現在跟大家講 找這個價值 我們可以做一件 做一件事情的技巧 這個技巧在德國我們叫做Polling on 就是Polling on Polling on 然後,找不到對方的劍下 OK,在對方的劍下 OK,在對方的劍下 任何時候,為什麼你要拿攻擊位呢 那無本的情況你可以 知道說他一定是要拿點頭 不管是培直的方向 還是斜別的方向 OK 這個動作 可以讓你漂亮化解這個動作之外 再去平起到對方 再做明顯一點 各位 我做慢一點 當他進來的時候 我沒用我的劍 不管是用光劍也好 影響了他的運動方向 所以就封擊進來 這個動作也很容易做爛 這個動作也很容易做爛 也很容易做爛 不會做太大的劍 OK 注意到這些技術 都是很小很小很小 你不需要做太大 比你想像中的 大概在小的單分之外就對了 OK 而且把他的劍領導到旁邊去 就是看我的劍還在 還在他的劍 跟我的伸直之間 這樣去攻擊 尤其我們用的是光劍 OK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不 所以 這四個架子 這四個架子就是 主要 歐洲常見的 幾分的架子 我們叫做 Primary Primary 就是這四個 其他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OK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可以拿來 我們可以拿來練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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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拿去做 剛剛KING的架子就比較好 我們非常謝謝阿姨教練 非常親切 嗯 現在 又我要介紹 就是 YINA其他的人 是 教育 沒有像場間那麼熱門的 因為我自己是 有在港育體 跟那個 練習俄 跟那個 有在港育體 那 那 這幾個都是 比較稍微近在的 比較近在的 比較近在一點 比較近 那 腳步對這三種語氣來說 更為重要 所以 所以 所有的 為什麼 我喜歡 去採外的位置 是 因為他為了要躲過中線 他為了要躲中線 所以我去採外的 那 那 那 我先來介紹 SABER的 那 金刀呢 金刀有多少人開過金刀 金刀有 金刀有 金刀 金刀 我可以趁其實 這 在第二個嗎 這 所以你就年紀影片 走 那個外套 可以拿下來 那個可以拔下來 那個 是可以拔下來的 你逢典一下 那是閃 那是閃的,是沒錯,罰不下來嗎? 哈哈哈哈 好像有賣咒詞的 我以為只有賣那個長箭子,應該有賣金刀 好,那軍刀呢,這種軍刀大家可以看到他就 他就品視到做很的 他就彎著,有沒有看過槍石 手槍沒有槍用握柄,有看過 那有些軍刀呢,他的握柄會是槍柄 但是呢,就稍微接近一點,不過槍柄會再更快一點 那這種軍刀是比較接近衣製的軍刀 像波蘭那邊的軍刀呢 波蘭那邊的軍刀,他就有的彎著就彎著 就是他導致他的,就是 導致他的在小指的這個部分,是可以靠你 卡住這邊的,所以在他揮起前的時候,我會甩手 如果金刀有電子之後,就把我家的軍刀還有手槍帶過來 他警察就會卡住,他不會甩手 所以這個時候是軍刀,軍刀的揮法 那軍刀呢,非常所動揮握 旗艦裡面有所謂的intention 第一個,就是我先誘導別人,隔擋你 那第二個,我看到他隔擋之後,我中間 那軍刀的握法很簡單,因為像這種比較輕的軍刀 軍刀有分量比較重軍刀跟輕軍刀的 那輕軍刀的話,他的握法是你的 你的大拇指,你的大拇指,你的大拇指跟 你的大拇指跟,劍尖跟刀跟,大拇指的對方 這樣有助於你的,有助於你的任口的控制 那這時候拿到一把軍刀,先試試看 軍刀對你手腕的利用性 那這種軍刀呢,有執刃跟完整 波蘭那邊東歐可是完整,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做這樣子 那所謂的,在執刃軍刀呢,就比較有 所以就會有比較有這個動作 那我先講英式軍刀,所謂西歐的軍刀 西歐的軍刀,他的姿勢很簡單 就跟剛剛我一開始講的,西歐的姿勢很簡單 就是一樣,90度,腳站,夾腳90度 我的腳,前面的腳先朝前,這邊的腳先朝我 朝我90度,就是跟著我90度的方向 然後大家可以看,用這個動作 謝謝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身體 我的身體,我見這樣子,是我的身體,這個夾腳 而且看一下,這個夾腳是,對於軍刀來講,是比較不像的 叫你上架,叫你上這個夾腳 如果我太正面了,這個夾腳少了,這個夾腳少了 那代表,我們正面被敵人打到前面上 而今天,如果我推過來,我推轉過來,就不行了 那我的肩肩都其實非常,我是要這樣子操心的 那這樣就非常的,對於身體的力量來說非常大 因此,軍刀也蠻的,跟西洋局面也差不多是一樣的 可是真正的,隨意的差別是,西洋局面的軍刀 只有西洋局面的,五百克左右,身體的差別是一樣的 可是,真正的軍刀,大概九百多公克 甚至也一共是很重度高的力量 所以,它絕對不會像我們西洋局面那樣,看到,威脹非常快的程度 那,西洋局面,它有時候,軍刀太急了 可是,都沒有所謂的膠質的狀況 就是,就不會,就碰一下,就等著等著等著 所以,像那個在石下的人,是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的腳這樣站,往前這樣是跨人,肩頭端 肩頭端,微尊,膝蓋是向外向 這邊的膝蓋向這邊,膝蓋向那邊,夾腳轉身 那軍刀基本上就是這樣,是手片要放,也可以裝身體很好的 為什麼手要放後面呢? 好處是,你的手不會被人家打到 你的手,如果放前一點,有時候,你手不小心會被打到 所以,會放到後面呢? 那,大家可以在看,我在,我在做架式的時候 我的軍刀呢,它是涵蓋了我肚肉的身體 那,可以看到我這個手,我手不會是這樣伸直的 這樣我要彈的,也不要這樣 我也不會是這樣子,你這樣縮起來,也有什麼 太,導致你的身體太緊張 所以,最好的距離是,它外面是一個褲頭帶 彎的,手都是彎的,超過一個褲頭帶 彎的,手都是彎的,超過一個褲頭帶 所以,就是,軍刀的架 在軍刀有幾個架 第一個,有幾個防守 第一個,我出竅,一 出竅,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那,在英國的第一刀裡面,五跟六的架式 是在將近快要十九十年之間的 早期的架式是什麼 那我們看一下基本的攻擊 攻擊當然簡單,就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一 三 五 六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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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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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殺人家的傷害 或者是我隔檔之後 隔檔之後 回來 別人在見 隔檔之後我回來 因為只有手腕動所以速度很快 軍道就是這樣非常簡單 可是他的腳步 比較踩得非常好 因為 大家仔細看我會的時候 我會的時候絕對是 那我要Perry 我要回來 那可以看到我腳沒有排檔 這樣子我還可以再出去 這樣子 如果我排滿的話 如果我排滿的話 那我要再退去 然後 這樣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那在隔檔的時候 千萬不要這樣直著檔 為什麼 這樣就這樣 大家今天看 你們要懂嗎 我今天這樣看你們要懂 這樣子就對了 這樣子就對了 然後他手露出來 我只要手腕轉過來就好 只要手腕轉過來就好 軍道基本上轉手腕的動作 或者是你如果他 從正面對上方 對上方這樣 對上方這樣的話 那你要看他的手腕力 我待會駕到上面 這只要這只要一順眼 因為我做什麼 他轉手腕轉動 所以就是我會比較快 因此知道在隔檔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 你要想辦法 別人的劍 把別人的劍滑 就是想辦法讓他 不要讓他留在你的劍上 不要讓他留在你的劍上 那你這邊就會出不去 好嗎 好 好 所以 所以我 所以我在隔檔的時候 你看我是要 前面的牆 做官典軍刀 我絕對不會去做隔檔 可是因為軍刀他的大 沒有像空中間那麼大 所以我一定要留一點點 容索空間 我絕對不會去這樣 剛剛好 這叫我的手腕力 所以我一定會 給他留一點點空間 所以 所有的劍術 都有這個容錯 都有這個容錯 所以你要給自己 或是要把治療程 太遠 他這樣子 電影已經變得好 所以我就 他有個腳步調整 那他過來的話 我就要拿去 所以 所以基本上 隔檔刀的腳很重要 就是因為他是 靠手腕 他如果你腳不足夠快 他的手腕很快 你又不動 一定沒打到 這個大概就是 軍刀的行為方法 就是這樣 這個英國的軍刀 就是中規中規的 你手腕力 那接下來講一下 中歐波蘭的軍刀 剛剛我前面有提到 中歐波蘭的軍刀 他是 官任的 官任的 而且他沒有提到中 因為那個 時間的緣故 我想說 要不要拿一點 簡單的示範 會比較好一點 OK 後面說一下 如果下去還有機會的話 我家有 彎的 然後還有那個 極劍用的軍刀 我都可以再過來 嗯 呵呵 那我現在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品質不太好 不過可以 中歐跟英國的軍刀 還有災售 品質不太好 不過OK 嗯 可以錄多久 我不確定 8G的話大概可以錄2個小時 可是主要是電量 我不知道可以多久 有槍格 可是昨天我沒有充電 那我一定要上手腕 我一定要轉手腕 當然是 能錄多少 三次 我一定要上手腕 我就在你的手腕 哈哈 謝謝我吧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光劍 光劍 沒有一定要分手 要滑下來 非常像 所以 你看軍刀 軍刀旁邊的褲子 是這樣也很大 所以他的使用法好像是上次 他想知道 他想知道什麼 就是 他 如果說滑下來的話 基本上 怎麼可能啊 也是把自己的手腕 附在滑上 然後我現在用光劍吃飯 喔喔喔喔 Light Show 好喜歡這聲音 我唸Q了嗎 嗯 Light Show Light Saber Light Saber 光復兵打 光復兵打 開一下 我們要看哪些 而且 大家就開始來玩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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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Ensuite 走 對 鄭 對 oric 對 mant 這就是剛剛他遇到這個獎金 為什麼要提示他給我的獎金 因為他沒有護手 真的很難看 好 第二個 如果我轉手腕 我轉手腕 大家可以看到我隔壇 因為這炮禮是在遊戲 但在有一瞬間呢 是在安全上 你看我一定要動我的獎金 或者是 如果是東歐的話 如果是東歐的不然之高 他十六圈 大家看到腳有沒有 對 雙心已動 我腳不動 可是我的身體太動 對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反就換另外一邊 換另外一邊沒什麼樣 對 那當然你在滑的時候 你要去想去別人的健康 但是他進來 進來都會很高 對 所以進來應該會很高 所以你要 你遇到要去 對 因為你要去看 其實這個腳 的動作 還要踩墊 為什麼我說 側步的動作 很重要 就是因為 我跟進去換步之後 做一個側面的動作 對 所以你做 對 真的就不動作 來 沒有 今天差點 他在攻擊 他在攻擊 那我折檔了之後 我折檔了之後 我在那邊跟他折檔 咬的劍 很麻煩 很麻 因為我看你的影片 我選擇 這樣是換色 那 當你看到別人跟你咬的劍的時候 你希望不要去跟他買一張 你希望看 喔 他的力量不好 所以我就把他換色 這就接受到 我剛剛跟大家講過的 不要看到他折檔 你的換色 對不對 剛剛大家前面 我相信大家都練齊 我 不要看他折檔 我就換色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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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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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檔的時候也是用手腕 這是我隔檔的時候用手腕動作 這是一個考古,這些都是用手腕動作 不是用手腕動作,不是用手腕動作 就是把它鍵往下方,我用手腕動作 當對手開始轉 這個時候你自己擦那個時間擦相對的 所以在你挑戰,你挑戰的動作,你要不要來手腕動作 你簡單也是手腕動作 手腕動作 如果說你在外面做選擇,那不幫我 那他看到我把他的鍵往下方向 如果你在推動我,那也不幫你挑戰 所以你請 知道他靠近你